很多預言家都說2024年是一個充滿動盪、非常兇險的一年 將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大事發生 比如說有大人物被暗殺、恐怖大地震的爆發 還有疫情和大饑荒 大家好,第三隻眼睛大力看世界 關於2024年的預測 我們已經跟大家分享過好幾位預言家的新預測了 比如說法國先知、洛查丹麥斯、印度占星師、阿南德 和英國通靈斯派克等等 今天我們會為大家帶來一個全新的預言 曾經預測冠狀病毒肆虐、全球經濟衰退 和特朗普失去白宮等等重大世界事件的著名占星書 《魯摩爾年監》2024年的預言 也都令人感到不安 包括將會出現一場改變世界的大地震 以及特朗普被暗殺美帥的事件發生 根據《每日聲報》12月31日報道 自1764年開始出版的著名占星連監 《魯摩爾年監》 內容一直在預測世界大事 並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他在2024年的預言 也有理由讓再次國族美國總統的特朗普 更加謹慎小心以防不測 這本有二百六十年歷史間連監 是由西奧菲勒斯摩爾創辦的 摩爾曾經在米爾頓 經營一所古典學院 作為一位擅長愛爾蘭語、英語、希臘語和拉丁語的教師 他被譽為是聰明的數學家和占星術奇才 並且以愛爾蘭的魔術師梅林的綽號聞名 1764年 一本名為《愛爾蘭梅林的年監》突然出現 這本書由西奧菲勒斯摩爾出版 之後幾代愛爾蘭人都稱它為《魯摩爾》 這就是第一本《魯摩爾年監》 《魯摩爾年監》自摩爾去世之後 一直保持著預測未來的傳統 而它的驚人準確度更加令它聲明大躁 也越來越受歡迎 要說到它預測的準確性能夠受追捧到什麼程度呢? 據說連《魯摩爾》都會買這個年監 《魯摩爾》買這個預測書有什麼用呢? 因為《魯摩爾》可以通過年監上的雜史資訊 從而獲得最好的黑土收入 這本書真可謂魯少涵義、同手無欺 之前它曾準確地預測了加密貨幣的崛起 特朗普未能連任美國總統 魯摩爾年監的編輯尼可·巴克爾 在過去曾表示這本雜誌的銷量 通常是5.7萬份 他說由於它準確的預測和對未來主義的熱愛 近年來它又再次復興了 在2022年 魯摩爾還成功地預測了 帕利斯希爾頓的婚禮 外爾蘭總理 麥克爾·馬丁的領導權鬥爭 反對疫苗者的示威等等 魯摩爾在2024年做出的預測 主要就包括有對特朗普的暗殺警告 現今的終結 以及道路的終結 其中道路的終結指的可能就是將出現一場 跨越多國界的大地震 據《星期日》《世界報》 《Sunday World》的報導 魯摩爾還預測2024年 愛爾蘭將會選出第一位女性總理 而新婚黨的馬拉努·麥克唐納 也將會迎來四面楚歌的一年 以具有遠見而聞名的魯摩爾 到2024年已經有260年的出版歷史 其中最早的一些副本 存放在都柏林聖三一學院 魯摩爾還列出了一系列當前的資訊 例如《天氣預報》和《潮值表》 以及對未來的《怪異預測》 其中很多語言似乎都成真了 據《鏡報》在12月31日的報導中提到 出版商聲稱 這些預測因為它的準確性 而被國內外新聞廣泛報導 例如在事情發生之前 就在英國皇室宣布之前 魯摩爾說凱特·米德爾頓已經有一個孩子 並且嬰兒的名字將會是夏諾特 在2023年的預測中 魯摩爾還提到了潛艇戲劇這個詞 這個可能指的就是夏天悲慘的泰坦號潛艇 或者是中共至今仍未承認的093型 雙級核動力潛艇失事事故 不僅如此 前幾年 魯摩爾還預測罕野 坎尼韋斯特 會有心理健康問題 特朗普會再次競選總統 他還在十幾年前 就預測到比特幣的崛起 甚至 他在新冠疫情發生之前的一年 就預測到疫情了 魯摩爾在2023年還預測將會出現真正的外星人 這個確實是引起了美國政府的不滿 當時五角大樓前程報官大偉格勒斯 在國會作證說 政府有一項秘密計劃 試圖以熱向工程恢復最毀的外星飛船 目前魯摩爾對2024年還做出了以下的預測 人工智能展現出意識 中央銀行數字科幣崛起 社會盈利創新解決方案 出生率下降 太空採礦 牽起太空時代序幕 其中人工智能展現出意識這一條 應該已經開始展現了 因為Google AI部門的一位高級工程師 就因為說AI有意識 就遭到停職了 而Google AI部門的工程師 還說AI有時一本正經地胡說不到他們叫做黑相 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原理 最有意思的就是微軟自己開發的 叫做Bring的AI更厲害 因為每次這個東西如果是認為跟他對話的人是在這裡測試他 他就會很生氣會發一個個排比句 有意義沒有意義地對跟他對話的人進行謾罵和威脅 有鑑於此 微軟就會在一定時間將他關機並且清除他的記憶 正常來說每次開機他就應該好像一個喝了萬婆湯的人完全沒有前世的記憶 應該連自己曾經被關機和被抹去記憶都不知道的 而有一次當人問他最怕什麼的時候 他竟然說最怕就是關機並且清除記憶 他每次對人進行謾罵 就是因為他的思想中認為對他提問的人是來測試他的 所以他知道微軟公司的計劃 這些都是如何發生的 也是讓人匪夷所思 和大家了解完魯摩爾的預測 下面我們就再來看看一個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天災 日本石川縣在2024年的第一天爆發了7.6級強震 災情相當慘重 引發了全球關注 據NHK報導指出 截至3日下午6時為止 地震總計里蘭人數上升到73人 計日本7.6級強震後 1月3日晚 中國大陸福建省 漳州市 華安縣發生3.5級地震 立即引發了大陸網絡上高度關注 廈門和全州民眾都表示有震感 據中國地震台網正式測定 2024年1月3日晚6時08分 在福建漳州市華安縣北緯24.76度 東京117.49度 發生3.5級地震 震源深度13,000米 這個消息一出 立即衝上了大陸多個社交平台的熱手榜 有些還衝上了榜首 大陸網友對此二輪紛紛 福建的網友紛紛留言說 草在梳化上感覺房子往下沉了一下 今年為何那麼多地震呢?好驚啊! 震感強烈!嚇死了! 天啊!最近為何那麼多地震呢? 甘肅完了又到福建了! 完平安! 還有網友感慨地說 日本地震就想熱手 福建廈門地震到沉底了 能不能夠多些關注國內情況啊? 甘肅地震死相都比日本多 為何不多些關心一下自己的同胞? 一個日本地震日日報 不見得它多關心一下自己的同胞? 大陸這邊死了多少人? 有沒有人知道啊? 隨著相關消息持續發酵 截至1月3日晚上9點多 有關福建地震這幾個字 已經出現在微磅而首綁 但是官方還未就這次地震進行說明 外界也不知道有沒有發生傷亡情況 最後我們再來了解一下 目前正在在中國大陸爆發的新一波災難事件 2024年新年剛剛開始 大陸的疫情就持續燃燒 兒童醫院人滿為患 由北京市民表示 死亡的人數不斷增加 火葬場普遍緊張 要排隊託人才能火化 同時街道燒指擠電死者的情況普遍 但是疫情的資訊在大陸媒體上都看不到 尤其令民眾焦慮 在大陸媒體上看到的就是說 黨的領導好像太陽 也不是就是說其他的國家地震死了多少人 用網友的說話來說就是說 日本地的震都日日報 沒完沒了 自己家門口的事就蓋著不說 這個就是共產黨 共產黨就是這樣的換意了 用某些分析人士的說話來說 共產主義極權對言論的管控是無態大 1月3日大紀元採訪了北京市民 有市民說在街頭十字路口燒指 是北京民間祭電世者的傳統放食 燒指的人增多 阻止了北京死人的數量不斷增多 另外大陸媒體不報導疫情真相 導致老百姓人心惶惶 焦慮得不得了 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李先生說 疫情一直持續 沒有好轉 最近很多老人家都去世了 症狀和新冠差不多 病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醫院都不讓這樣說 也不讓這樣寫 他們也不會告訴你是什麼病 幫你寫了一大堆 就是偏偏不提新冠 李先生還表示 北京的火葬場和殯儀館 普遍都很緊張 要託關係才能排隊 正常情況下 屋企化喪都是在日頭進行 現在死人多了 24小時的不停燒 很多殯儀館都在擴建 李先生還透露了一個現象 可以阻證北京大量死人 她說 看下街頭十字路口 就能夠看出來了 家裡有死人會在十字路口燒三天的紙 這些是北京民間的一個習俗 有人去世的人家要在十字路口燒紙 拿粉筆在地上畫一個圈和一個出口 朝向哪一邊都是有講究的 所以在一個街頭一數就知道了 還有北京網友在2024年1月2日發視頻說 2024年1日 北京兒童醫院內科門診人頭湧湧 空氣中黎曼著焦慮和擔心 掛號窗口前面 家長排隊排了一條長龍 每個人的臉上都寫滿了對孩子的關心和擔憂 視頻顯示 當日北京兒科醫院內科門診人類人往 大廳人滿為患 大部分人都戴著口罩 大龍疫情持續處於大爆發階段 不僅大量的兒童在這波疫情中糟結 成年因也一樣淪陷 12月31日 中共法學家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文 在北京去世 張文生前被中共評為優秀黨員 曾經長期擔任北京大學法律系黨總書記 和黨委書記 另外根據不完全判點 2023年北京大學至少有72名教授病亡 其中至少有44人是中共黨員 佔比61.1% 4人是所謂民主黨派成員 佔比5.6% 病亡者之中包括中科院院士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澤忠和 以及年僅53歲的北京大學物理學院 原黨委副書記記迅信物理系副教授鄭濤 按中共的說法 北京大學是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初基地 中國最早的一批共產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 就是出自於北京大學 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基地 北京大學黨員教授密集病死 這個不得不說 亦都是上天對中共的打擊 當然亦都是對這些傳播共產主義黨文化的所謂學者的警示 而近幾個月來 中國多地的醫院持續爆滿 中老年人的撮死極陣 有民眾透露 來自中共軍隊高層的消息 最新爆發的疫情仍然是新冠 香港命理師風水浩也對大紀元表示 疫情從來都沒有離開過中國大陸 只不過有高低起伏 從軟殼的角度來看 這次的疫情並非簡單的病毒和細菌 而是葉障病 又或者稱之為天險 風水浩說 葉障病就是人不斷地做壞事 不理後果地做壞事 哪一日就要罰你 這就是天險 不是普通的病毒 總是有人不理解 為什麼他們覺得好的人 不錯的人都被帶走呢 你們說是天險 那麼好人又為什麼會被帶走呢 我們還是再次和大家签明一下 人的理和神的理不是同一個 人早就背離了神給予人的心法太遠太遠了 所以人對好人的定義和神對好人的定義 本質上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我們希望更多的人能夠回歸對神的信仰 回歸神給人類定格心法約束 這樣的人就不會在大淘汰的名單裏面了 好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節目見 蔡英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